9月21日凌晨1点钟 再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74名留学生的赴英国复学包机 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起飞 启程前往英国曼彻夫特 该航班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国内航空公司执行的 首条国际复学包机航线 记者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T3航站楼国际执机岛看到 留学生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有序办理执机手续 江北国际机场安排专人引导 提供中转休息区 还为来重庆集结的留学生 提供免费行李寄存 免费行李打包 免费餐饮券 免费中转住宿等服务 第一次出国去英国读书 然后我本来就觉得 我们这一届2020年是最难的一届 然后就觉得各个方面都很不方便 不方便吧 但是国家还有我们的学校 还有海南航空 给我们提供非常多的方便 给我们这一届留学生 弄了一个定心丸 让我们觉得 虽然是最难的一届 但是我们是最幸福的一届 据悉 这次重庆直飞英国曼彻斯特的 留学生复学包机 全部由航空公司工作人员 以电话外呼的方式 逐一联系校方提供的名单范围内的 学生购票 这次复学包机只搭载留学生 课票不通过任何外部渠道销售 这个航班呢 全部都是我们中国赴英国的学生 我们没有参加的其他的这个旅客人群 那么学生的这个名单呢 完全来自于我们合作的这些英国的学校 他们根据他们招收的 以及要返校学习的中国学生的名单 确认好了大家的出行的时间和意愿以后 再按照这个名单交给我们海南航空 我们海航呢不再对做任何的对外销售 我们完全按照学校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学生名单 逐一的联系学生 为搭建中国留学生赴英国复学通道 海南航空积极响应英国曼车斯特大学 博尔顿大学等23所高校联合包机需求 经中英两国主管部门审批 计划从9月21日至11月15日期间 执行90余个复学包机 从重庆直飞英国曼车斯特和布里斯托 将来自全国各地的约2万名留学生送往英国复学 因为英国的这个学校的开学时间段呢 它是从9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到11月初 那么相应的我们这个海航的这个航班啊 也是按照这个时间节奏 从今天开始的这个第一个航班 一直会持续到10月这个中上学 我们也会结合这个学生的出行的这个时间的要求啊 尽量的配合好 把我们的航班计划组织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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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